上一集朋友说到 那在时间上就矛盾了 是不是你错解了他师父的意思 我与朋友约定第二天在意 第二天朋友进门就兴冲冲地说 我搞明白了 是新旧立法的矛盾 朋友还没坐下来 就着急地说开了 你昨天说的是对的 现在史书记载的 灭项羽的 汉四年十二月 其实在当时已经是汉五年三月了 因为汉初沿用秦朝旧历 是东春夏秋为一年 以现在的阴历十月 亥月为正月 汉武帝时期改用新历 以银月 阴历一月为岁首 以春夏秋冬为一年 就是沿用至今这个历法 司马迁整理的史记 是以新历短待纪年的 所以和汉初几年有三个月的错位 那么昨天说的 韩信打仗到第四年底 就是现在史书的汉四年九月 那时正好韩信做齐王 刘邦项羽对之后 鸿沟一合 正好和你说的 他师父的意思一致 灭项羽之前才能脱身 朋友又问道 那为什么一过了约定的时间 韩信就脱不了身了呢 难道他被控制了吗 我说 是韩信被上界接管了 韩信的那点道法 完全被上界制约着 脱离不开他的天定的人生轨迹了 除非有更大的道法 才能保着他脱离 但是他师父的道法也不够 没法和天术抗衡 在人间的表现就是 项羽在 刘邦不敢杀韩信 项羽不在 刘邦贴了心要杀韩信 就是韩信那时候归隐了 刘邦也要把他搜出来杀了 朋友点点头 韩信希望天下太平 却错过了可以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但是如果他真要按他师父的要求回去了 他的人生可能完美了 中国的历史又会是怎样的呢 真是功成身退 燃以迟啊 我继续说道 韩信在山上学艺十年 兵法学成 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了 师父命他下山 韩信告别师父 跨着师父赠给他的宝剑 从隐居的室外回到了世间 第一件事就是找母亲 只见草房破败 母亲早已去世 林家都不知道他的母亲葬在了哪里 韩信哭了一场 带着母亲给他的小布兜兜 去投奔反秦义军了 路过集市 看外边的世界很新奇 毕竟韩信在山里修行了十年 世间的一切对他都是陌生的 他东张西望 正看着呢 来了个无赖 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 跨下之辱的故事 朋友问 这个和电视上演得差不多吧 我摇摇头说 差多了 韩信穿得太破旧了 一看就是个乞丐 却跨着一把出众的宝剑 太引人注目了 那个无赖是想找茬打架 抢他的宝剑 前面讲到 韩信的师父是一门大道的传人 道家讲忍辱 大忍之心 是修行人必须要做到的 尽管他教给韩信的 完全是常人的本事 可是 为他以后的修行大基础 对韩信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 所以韩信尽管有一身的武功 却不会随便伤人 更不会无故杀人 韩信有这样的大忍之心 以后才能做了那么大的事情 那个无赖以为韩信不敢和他打 就进一步找茬 让韩信从他胯下钻过去 才能放过他 韩信十大高个 我查到按现在的尺寸衡量 是一米八一 比无赖高一个头呢 他还真的忍气吞声 从无赖的胯下钻过去 他爬过无赖胯下的时候 全集市的人都在看热闹 都在嘲笑他 还有小孩往他身上撒尿呢 韩信为什么要忍受这么大的羞辱啊 请看下一集